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股市第一保 我想今天这个行情当然受到一些政治的因素 当然今天是出现了震荡 当然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震荡 最多可能只是怎么样 只是一天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 我说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它今天当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很多因素 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它拉回来怎么样 或许是当天会震荡一下 因为你明天知道 大家也是想要贪钱 所以今天的拉回来 我说过 这是一个你很好的买点 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但是怎么样 大部分的人怎么样 也不见得这样认为 所以我陈老师认为今天的拉回来怎么样 非常的好 尤其很多的股票 尤其很多的股票 你要慢慢的去注意到 我陈老师有跟大家谈到过 在这波行情里面 很多人当然会去追逐 很极端的 什么叫极端的 就是说这些股票 就是说这些股票很大 涨很多的 那我说过 涨很多的 它不见得不好 但是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它在这个地方 它涨了那么多了 它成本越垫越高 它的量越滚越大 那这些股票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风险 这个就像以前 我跟大家谈到过 这一千多块的宏达电 没人认为说 这个下去嘛 那一样的相对的 有一些极端的 破底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 我也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 这些股票怎么样 它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慢慢的去消化它的余额之后 一些符合 然后它才能够慢慢的往上 但是有一个足球 非常重要的一个足球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足球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它的营收 它的各部分的状况 已经慢慢的成熟了 所以成熟就是说怎么样 它已经慢慢的出现了一个 底部 足底 而且是逐渐的攀高 在一个短波段里面 它已经不断的怎么样 不断的往上去创新高 那这样的一个族群 静可攻 退可守 而且怎么样 你没有所谓的那种 很多股票 他肯定去很多嘛 它涨太多 它可能会翻头的迹象 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我也告诉过各位 太阳人的族群 或许很多人觉得怎么样 不一定看好 但是重点不在于看不看好 重点在于怎么样 以它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来说的话 第一个它一拉回量就缩了 它一拉回量就减少了 那它再上去它又不是使用那种 它又不是像那种很多股票 这种喷出的方式 所以对于一个中长期来讲的话 它对于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是最适合的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觉得 王中 陈老师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太阳人已经涨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进去 而且现在看到这个盘式又这么的乱 又政治的氛围很多种种的 我说你一定要趁现在这个时候 赶快去慢慢的做布局 那当然 最近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 反倒是对太阳人相对有利 为什么 因为之前草多的 很多人认为说 什么生计类股 3D 什么第三方支付 那当然这些股票 都不断地牵扯到立法院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问题 那那个东西怎么样 都怎么样 不是真正基本面 不是真正赚钱 只不过要再炒作一个题材而已 当然 那这有没有一些明代涉入其中 或者有一些主力大户 那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你相对的 你回过头来 我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谈到过吗 极端的股票有那种创新高的 那些股票它随时怎么样 它会做头拉回 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 破底的 破底的它只不过出现现行的反弹 但是它要经过长时间的足底之后 慢慢的失货之后 它才有办法怎么样 做一个怎么样 稳健的往上 所以你回过头来 你去看一看太阳人的族群 它有这样一个特色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怎么样 它是两个极端中间的 就是说它已经怎么样 慢慢的足底 租了大半年了 而且它的业绩怎么样 也慢慢的浮现了 那就代表说 一个产业 它的业绩慢慢浮现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它可能是一段长时间累积下来的 所以它在为了它的业绩会慢慢的好 也会经过半年一年 慢慢的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族群 我不是早在8月22号的时候吗 对不对 我们拉近一点 我早在8月22号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我就跟你讲了 你要赶快做布局 从8月份的下半个月 我就已经跟大家谈到过 你要赶快先布局太阳人了 结果果然怎么样 这几支股票 包括中美金、合金、新日光、绿能 拉起来怎么样 至少两成 在拉上来的过程当中 它当然要稍微整理一下 它当然要稍微震荡一下 它当然要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震荡整理休息之后 我在前两天不是告诉各位吗 我昨天 前天我还跟你讲 我说怎么样 我明天太阳人最后的买点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一次太阳人再拉回 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那我在这个地方必须跟大家讲 太阳人的族群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利多 在支撑着它 什么样的利多 各位投资朋友 最大的核四案 你现在看到这个核四案 势必怎么样 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表决 核四案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走 那这个问题呢 在立法院最近一定会经过很大的争执 都在这个核四上面 那在这段时间可能怎么样 可能它没有办法快速度的通过 所以太阳人的取代方案 就会接二连三的慢慢被人家提出来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又是一个 它并不影响到整个的立法院的运作 又可以解决到当前的怎么样 电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来说的话 政府会不会开始出现转向 出现转向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大力的去扶植太阳人 从这一块上面怎么样 去慢慢的去做 就像你现在看到东京 你现在看到日本 对不对 那现在日本它为什么 它要大量的使用太阳人 就是因为经过这个地震之后 对不对 这个日本很多的这些什么核电厂 都已经慢慢的一个一个越变越少了 所以日本更要把大量的资金怎么样 投入到太阳人的领域 再加上东京 最近飙到了这个所谓的奥运 那他们在未来来说的话 没有核能发电 他们要应付这么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要很多的建筑 甚至要需要很多的电力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会更利用太阳人的方式来发电 那这样子对于整个全世界 而且你看到现在看到全世界 几乎一味的都是在讨论环保 都是在讨论所谓的污染 都是在讨论所谓的整个的 这个地球的这个效应 这个一到冬天 这个不断的什么风灾 甚至水灾 一到夏天又不断的出现干旱 又过热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说的话 未来的环保 未来的全世界对于这一块东西来讲的话 会越来越重视 因为你再不这样 你再不好好的去做的话 极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出现人类的危机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现在听说全世界 所有的很多的政府 已经从美国开始 已经强制性的规定 你现在你要做行李 你要开公司 那你要开始买绿地 所以买绿地就是怎么样 你要开始做一些环保了 你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做一个营业额 比如说一年 要做100亿营业额的公司 我必须要买到100公顷的绿地 我才有这个资格来做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跟一个生意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 很多人还不知道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会造成未来怎么样 你去想个最简单的 核四慢慢减少 石油慢慢不能用了 那这样的话 未来整个全世界都会走向一个什么 看一下这里 走向一个绿能产业 那这样的一个走向绿能产业的话 就会带给怎么样 带给太阳能产业 一个怎么样 一个梦 各位投资朋友 你或许你会觉得说 陈老师今天跟大家谈的 太过遥远 但是我跟你讲 股价它会先反应 股价它会先反应 而且股价所反应的 而且我跟你讲 股价 你不要看它 对不对 它会怎么样 它会先反应 那它为什么它会先反应 这个就是一个美角 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你有时候 你看不出来 刚开始涨的时候 刚刚起来的时候 你其实你看不出来 它到底 它未来 是有什么样的利基 它未来 它有什么样的条件 它未来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潜力 对不对 你现在大家都在谈什么 很热门的 生计 那我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今天你会买那么多药吗 你今天你这些生计类股 说句实在话 那个是一个看不到的 还是只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虚幻 还只是一个炒作 各位投资朋友 这你就要细细的去思量 我们今天说 我们来做油 又要抗癌 什么新药 又要什么新药 又要什么新药 我常跟很多投资朋友讲 我说你想太多 我说想太多了 我说有时候很多东西怎么样 很不切实际 为什么不切实际 因为那只是一个怎么样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空谈 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 现在所有的绿能产业 所有的太阳能产业 所有的环保的议题 甚至所有的包括反核式的议题 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没有错 我们像我们的马总统 最近遇到那么多事情 当然他一直提倡的要盖核式 那这个在未来来讲 我看更难了 更难了 更难了 那我认为这一下子 这个太阳能 我真的不知道会涨到哪里去 你现在你可能不觉得 但是我不能够跟你讲 你现在最近这个马王之争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雪上加霜的 你不是说今天这砍了就没事了 接下来 最重要的一个合适的议题 我要告诉各位 那绝对很难通过的 而且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希望 那你这样子的话 各位投资朋友 太阳能的产业啊 很多人都在问我 很多人都在问我 太阳能到底好在哪里 太阳能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我从八月份 我一上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我就跟大家讲了 我第一个 我当时我就跟大家谈到什么 谈到这个族群 非常重要 我在八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你要赶快布局了 等到九月份的时候 我怕会来不及 但是当时 我相信市场上很少人 很少人会跟你谈太阳能 因为大家都在骂说 太阳能怎么会涨呢 太阳能只是短暂的而已 太阳能也没有用嘛 太阳能也没有实质的利多嘛 太阳能也没有竞争利嘛 太阳能已经玩完了嘛 可是我当时 我在电视上 我就一再地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与其你去追那些创新高的 与其你去追那些投信买很多的 与其你去追那些主力股 你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一看 那些股票 第一个 你不见得赚得到 你买你买不到 而且涨定板一冲出去 你各位投资朋友 你的风险相对的一直增加 你为什么你不回过头来 去看一看 有些族群 它反而可能是一个机会 可是有多少人能够认同我的说法 对不对 很多人也觉得说 那有可能 但是你今天你回过头来 再去看一看太阳能 那太阳能怎么样 你会发觉到 它虽然怎么样 它虽然涨 但是它怎么样 它是非常温和的涨 它不会像有些股票 是那种怎么样 飙涨 那它再动一动 它又怎么样 两三天走高 稍微的小涨 突然三四天一直涨停板 两三天稍微小涨 过两三天又再来创新高 那这样的一个族群 它代表着什么 代表它的筹码非常的干净 它只要拉回来 它量就缩了 它只要上去怎么样 它就有量出来 它只要拉回来 它就马上量缩掉了 它只要一上去 那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不就已经跟你讲吗 我都这样的族群 反而很多人不爱 反而很多人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它之前没有买到 它之前就是做两种股票 一种破底的 一种是飙心高的 那这两个股票都赚不到钱 那它看到了这个太阳人 它又没有买到 那这个时候 你要拉回来买太阳人 那当然是很难的 但是我说过 但是我说过 这是一个迷思 你现在你必须要把 这样的一个迷思怎么样 要能够打开 你今天只要打开这个迷思 各位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赚到钱 你看看今天太阳人 又全面的上来 今天这个大盘 我常在讲说当然 很多人认为说 最近流到这样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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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常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政治的东西 我们也不懂 很多人台湾这个政治 是每个人都很关心 那我是觉得政治这条路 就是一条不归路 权力总是怎么样 总是非常的引诱人 但是就有这么多人怎么样 这么聪明的人 这么多都是智慧非常好的人 但是他都不断的飞而扑火 对不对 不断的希望能够得到权力 那我说过 这也没有办法 越聪明的人 有时候反而越笨 对不对 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就是因为 你是人嘛 你就不是神仙嘛 所以你怎么有办法 能够躲得掉人的考验呢 对不对 不要说讲得很清高 说我这看破了 不可能 我跟你说 你在家的效果一斩了 你就没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退休下来 讲得都非常 我已经不问四次了 但是你会发觉怎么样 对啊 就没了 所以回过头来 那这就是人 所以我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一件很简单的 会不会再涨 当然会涨 那我在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谈到一档股票吗 什么样的股票 看一下这里 这是什么股票 我说当然 我说当然 很多人也很喜欢买宏达电 对不对 我说其实啊 你在挑选股票跟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第一个你要想到 股票市场里面 股票市场里面 它有一些美港 那当然这些美港里面 它又分很多的技巧 它又分很多的技巧 那这些技巧里面 当然它有筹码的问题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稍微看一下 我在讲的时候 可能人家不觉得 来拉近一点 那我现在17块 对不对 那我就告诉各位了 有时候 你不要小看 小兵也有可能立大功 小兵也有可能翻身 你今天看到那么高的 价格的 有一些创新高的股票 那你要知道 它相对怎么样 很多的风险 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谈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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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拉近一点 对不对 进楼拉远 那你回过来看今天 第四支 第四支 这一开完就拉涨 第四支 那我陈老师 一直跟大家谈就是说 股票市场里面 当然很多的老师 都非常的厉害 也非常的强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在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它有一些怎么样 有一些东西 不是这么简单的说 我今天 对不对 我认为 怎么样 就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今天雨局去追逐 那个大家都非常热门的 大家都非常夯的 大家都一味的在谈的 你不是回过头来看一看 有一些怎么样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你会发觉 很多老师今天 讲的标股都很像 都很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回过头来去看一看 有些东西 反而能让你赚钱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赚钱 有一些股票 虽然它很标 但是你进去参加了 这个老师之后 你根本赚不到钱 因为那些股票 第一个你根本买不到 你根本买不到 那有时候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你怎么样 你就是贪嘛 那你今天就贪人家 涨得很快 但是事实上怎么样 离你很遥远 你参加了又发觉到怎么样 老师有没有叫 有叫做事价涨停板敲进 我今天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东西 你在看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有时候 越快的东西 越速成的东西 你反而越赚不到钱 你不觉得吗 你今天参加那么多老师 其实你也一直在觉得说 哇有的老师好厉害喔 当然厉害 对不对 一直涨停板 但是速成的东西 你真的进去了 你发觉到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买不到 所以你看到很多老师 每天涨停板 你会发觉到 事实上 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有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有些温温的东西 就是说 你感觉没什么 但是他可以给你贪的钱 而且几乎每天 他都不会出现什么异样的状况 就是非常的稳 他虽然没有办法满足你那种 那种狂飙的那种 但是他怎么样 会让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稳 但是这种股票能赚到很多钱 很多人怎么样 不进去 然后要不然就买那破底的 他一直破 他一直买 一直破 他一直买 那各位投资朋友 那我陈老师不是跟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过吗 你的心态上 你的想法上面 你却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我在前两天 我就一直跟你讲 赶快办好手续 赶快办好手续 跟我们一起做做看 我说有些东西 你怎么知道卫胜不会涨呢 你怎么那么肯定 卫胜就不会涨呢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 你怎么那么肯定 你怎么那么肯定说太阳能不会涨 各位投资朋友 有时候我常 我一直跟很多人讲 其实不是说我准了 最重要你的心态在哪里 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办好手续 跟我们做 我今天要送你一档 兼太阳能 兼王雪红 兼低下的第二支的威胜 这一份资料 我今天要送给各位 来拉近一点 我今天要送给各位 非常重要 而且还没涨 而且它又是太阳能 而且又是王雪红 而且又是威胜第二 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办好手续 这一份资料 跟我们索取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 胡语 2785 0888 破天荒 最低门槛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掌停专线 022-2578-3000 2578-3000 顾得头顾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得头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得一头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得 免费服务热线 022-2578-3000 2578-3000 破天荒 最低门槛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掌停专线 022-2578-3000 2578-3000 零零零顾得头顾 头痛 信用玉芬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没分析 没分析 快够好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富勒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 也是 才有 各位投资朋友 股票要怎么做才会赚钱 我还是那句老话 这一支股票 兼聚太阳人 兼聚黄雪红 兼聚威胜第二 都还没涨 办好手续 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 办好手续 赶快明天跟我们一起进场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破天荒最低门槛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陈老师标股班 只收一个月标股报回家 涨停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固德投股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股都有期货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股 固德投股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股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最甜颖的投股 固德投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